主席 3分鐘 主席 請說 因為現在很多人都未回來 所以應該等多些人回來投票 所以我認為凡事都要慎重 其實禮拜六早上是不應該開會的 我去過這麼多地方的國會 很少說禮拜六規定人開會 多數都是回去寫時候做事 所以是不人道 不人道 大家都很累 昨天7時在電梯上大家口出怨言 有些男士很不開心 我覺得今早太匆忙 我經常都認為是不合適 既然今天會把議程調前 東九龍的項目 那項目是非常重要的 我希望多些議員討論項目 我希望遲些投票等到我們回來 因為如果有13個 13乘5即是65分鐘 很冷的人都會回來 或者塞車都會回來 所以今次我真的從一個慎重的角度去考慮 我想了很久 如果提出這個休會 那就休了 提出撤回文件又沒有了 沒辦法延長這個會 我覺得以後也要改了會議規程 五和一都是沒有意思的 要有層次做事 五、四、三、二、一 你看戲都是這樣 一顆星、兩顆星、三顆星、四顆星、五顆星 就沒有說五一 五一是勞動節 所以這個基本上 直民地流下來的漏集是要改的 都回歸了二十年 是不是 當日 都不知道誰有發明 主席 誰發明的 即是五一的支持 我就覺得 討論了這麼多次 剛才張超雄議員說四分鐘 是合適的 其實應該改為秒更好 譬如說 三十秒、九十秒 一百二十秒、一百八十秒 第一 形體豐富些 聽起來好像大份些 第二是有層次 因為 在現代社會是精準的 最重要 好像 政府的賬不通 我們做選舉申報 差五元也不行 昨天姚重彥議員問他們 有沒有單 沒有單 主席 你做選舉申報 沒有打你 你不用選舉 就算了 結果贊成二十六票 反對十九票 零票棄權 我宣布是建議獲得通過的 結果是二十五票 贊成十九票 反對 我宣布是建議獲得通過的